欢迎订阅,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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欢迎订阅。 欢迎订阅,欢迎订阅,欢迎订阅,欢迎订阅。 今天我就想说要不然我录一个主题,就是在我收拾东西的过程当中,我想做一个断离舍的一个主题,这也是我之前从来没有尝试过的,因为我这个人本人其实我特别的懒,就我特别不爱收拾,特别不爱归纳。 但是因为今天这我也必须得做了 所以我想要不就顺便录一个这个主题 然后可以给大家看一下 作为一个美妆博主吧 我囤积了多少的化妆品 还有衣服 然后很多可能就是我已经不用了 我也该扔了 这些衣服呢 全部都是我冬天或者秋冬穿的一些hullies 就你们应该能看到这个树的 就是我特别多这种冒山 因为我觉得穿起来特别的方便 我白的衣服特别容易有污渍 然后这个污渍就已经死掉了 而且上面就好多这种脏了吧唧的 这个就扔了 这个我也准备扔了 因为我这衣服买了这么久 我发现我没有穿过它 就我当时买的时候 因为这淘宝想买的嘛 就那个照片看起来就很酷 但是我真的收到以后 我发现如果我穿身上 就是不知道怎么说 就感觉有点low 所以我也没有穿过 扔了嘛 这个衣服我有点犹豫 这是一个我之前老是老是穿的一个champion 这我特别喜欢穿产品西家东西 因为他们家东西就是很basic 然后就是一个纯颜色的 然后我去任何场合我就抓一件 然后上来配个就是黑裤子 我就能出门了 就根本不用搭配的那种 但也挺好看的 然后这个藕粉色 就我还蛮喜欢的 就是我衣服都有这个毛病 就它特别容易 就我吃饭什么容易掉油 就容易崩那个崩到我衣服上 然后完了以后 我当天可能还会忘洗 然后隔两天再洗 就永远洗掉了 所以这个衣服上也有点油渍 但我这衣服已经 就是伴随我好几年了 就我刚来大学 第一年我就买了这个船 所以我很犹豫 我还留着吧 我不太适合做断离舌 我感觉 就我会跟这件衣服 就之前曾经爱过 然后穿过它 然后后来可能因为这种油渍啊什么的 变得没之前那么好的这种 我特别不舍的人 我就是觉得我跟他有感情了 就是我每当我拿到这个衣服 我就会想到说 我之前穿它去办了什么什么事 我曾经就是跟这件衣服 一起经历过什么样的故事 然后我就觉得就是不能 不能抛弃它 所以我真的 我之前就不适合做断离舌 因为除了那种 我买了第一眼 就或者怎么着 试了以后发现就不行 就没有感情的东西 我可以扔掉 但是这种就相处了一段时间呢 就我就扔不掉 接下来这些呢 是我的西装们 这个紫色的我有点犹豫 要不要扔 因为好像我之前就是基本上没有穿过它 你们觉得我要留它吗 但是我有时候就是 我会想说万一某一个场合我就需要它了呢 如果我不是做一些奇奇怪的东西的话 我觉得我大部分东西都应该扔掉的 但是我总是有那种侥幸性的 我想万一我在一个特殊场合就真的需要这个东西怎么办 特别是我有时候出一些妆容视频 我就会怕我万一需要它 那我觉得我还是先留这把 虽然这西装就是 其他场合我就根本穿不到 这个西装是有故事的 就算我现在有了那么多黑色的西装 但是这一个西装我是绝对不会扔掉它的 这个西装是我人生的第一套西装 然后这个西装是我妈给我买的 就是自我有记忆以来 是我拥有的第一个就是 有牌子 就是牌子相对好一点的一个衣服 因为我之前买衣服 其实我真的就是从来不买牌子的 为什么我有这个衣服呢 是因为我高中的时候就是参加MUN 就模拟联合国 然后有一次我应该是要参加一个会议 因为那种场合就蛮正式的 然后我就发现我一套正装都没有 然后我妈就带我出去 然后就买了一个这个西装 所以就是我这辈子第一个西装 然后当时我的西装还没有什么 就是特别感兴趣 我当然就是为了那场合买的 然后也是我后来可能大学开始 我才喜欢穿西装的 但是这个对我来说就是有故事 就有意义的 就算我以后不穿它 我也绝对不会扔它 我第一箱收完了 这么大一箱 但是我的衣服还没有收到二分之一呢 因为我这还有 然后地上还有 然后抽起里 那俩里面还有 然后那柜子里还有 然后这还挂着 所以希望我的箱子够用吧 这个衣服 大家看的眼熟过 这个是我高中毕业的时候 就是我们一个年纪一百个人 然后每个人都定制了一个这个衣服 就同款的 但是背后的名字不一样 就学校就是Western Academy of Beijing 我之前在WAB 然后我的名字 然后还有我们毕业的那一年 然后还有一个我们学校的一个logo 就是一个老虎的 就这个衣服 我也是绝对觉得 我这辈子都不会扔的 就虽然它这块 你们能看到 就我这坏毛病 就已经给搞的 就又是油 就什么油啊 又是什么蹭的 这种乱七八糟的 就不是很干净 就我现在也洗不掉 但是呢 就这个衣服我是 就算它烂了 我也不会再扔掉 这个就坚决不断不离不舍 然后我其实 就是我毕业之后 到现在三年了 我去英国 然后在美国 就我都带着衣服 但是我好像就 其实没穿过 我好像一次都没有穿过 因为这衣服 其实它的码数就是 已经有点偏小了 然后也有点不干净 就其实穿出来 其实不是太好看了 但是我觉得 就是我得一直带着它 就是我的一个宝宝 因为我觉得就是 每当看到我这个衣服的时候 我就能想起我高中 所有的小伙伴们 而且他们也都没有人 就我们以后 如果大家在一块办什么活动啊 就可以所有人穿那个衣服 就会就还挺酷的 虽然就感觉挺傻的吧 不知道我有这么多厚的衣服 是干嘛的 因为我在洛杉矶 就这种衣服 我一年也穿不上几次 但是我就是也不能扔 就是我又挺喜欢的 然后我就很迷惑我这个人 就我每年我回北京的时候 我就会把厚的衣服又背回去 因为我在北京要穿 然后我从北京回来的时候 我又会给他背回来 就为什么我要背回来呢 因为我就想的是 万一我有一天是要穿了呢 然后为了那一天我就把一个衣服 就站在我箱子里站一半 我觉得我现在都觉得就很 令人难以理解 但是我又做了这样的事情 你们看一看 我在洛杉矶 为什么有这种衣服 为什么 谁会在洛杉矶穿这种衣服 没有 不定我自己感到烦躁 还有这种东西 这连体衣 就是很软很舒服的 我穿过没有 又来一个 这是什么 跟个熊一样 这是我在北京冬天穿的衣服 我不知道为什么我给他穿回来了 然后呢 就是我有一些更奇怪的东西了 比如说这个 我之前小红帽的那个 捞服 Lolita服装 这个 这个小红帽的尾巴 还有 Frozen Elsa Ana的衣服 就这些吧 我说实话 我应该不会穿了 像这种裙衫 但是呢 我又舍不得扔 因为我觉得当时 就买它 然后 跟它一起拍一个视频 就是有一种故事 我已经收了 1234 然后就是第五个箱子了 然后现在 我只是要刚把衣服快收完 所以我已经有点崩溃了 好累啊 我放弃了 我放弃了 我要直接往里塞了 就是这个断理舍吧 也不一定非要现在做 就是我可以之后等我把它们再拿出来 就是我搬到新地上的时候 我再去断理舍 因为到时候我不要东西跟现在可能又不一样 那我就集中性的一次给它断理舍 而且呢 我觉得我应该就是一边穿一边看那些我不要 而不是说现在就去看 因为现在去看的话这个面没事也不一定 所以 觉得 没有太大的必要 就往里扔就行 现在呢 我要进入到我最贵的一个箱子了 就是我这个箱子里面装我所有的包和鞋 然后可能就是最之前的东西都在这个箱子里吧 一个非常重要的箱子 但我发现我好多包 不算就是一次都没有背过 然后我都不知道会啥米饭 但是我现在又舍不得扔 哎呦我真的 我真的非常不是 我真的很讨厌收纳 因为我就不想扔东西 哦我特别喜欢买这种中古包 这样子 这种包 然后我还有一些淘宝的那种便宜的包 这样子 这很奇怪 哦 这个还有牙扁形的 你们看 这个我也从来没有背过 我也不知道为啥我买了 这个我好像是那种找带购买的 就是在屋上看着就是很好看 然后就我收到以后觉得有点 有点俗气 这个也是我看图片就很好看 然后我拿到以后觉得有点 不知道为什么就不是特别显好 奇怪的感觉 就感觉这个设计 这个形状像个香蕉 不知道 这个是我非常爱babel的 这个外扫的 这个我觉得大小就是刚刚好 它可以装得下我的一个MacBook 就我之前小一点那个它是能装下的 但是我不建议装 因为你看我装完了以后它这块就已经 就往下搭来了 就是因为之前我老是背特别重的东西 它现在就是有点没形了 还好吧 这个我在纽约买的我超爱的 这个我在纽约买的我超爱的就是我 嗯 非常是常出去背的 这个包是我初中的时候买的包 就是我去哪儿就都是背着这个包 然后这个包我没记错的话 好像是brandy mobile的 但是这个brandy mobile这个包 应该是四年前五年前 就它刚刚在LA开店的时候 我去他们家买东西 然后就买了这个包 就当时就BM还没有像现在这么火的时候 就是我入手的第一个包 就还挺有惊艳意义的 不知道 其实我上大学之前 我是没有买过任何牌子的包的 就是 这个就是刚刚我给你们看的这个 然后我是带他之后 就是我开始喜欢买包了 我觉得可能就是 我有时候是那种冲动消费者 然后我就喜欢一下就是买一个东西 一下买一个东西 然后就是攒着钱去买它 这样的话我就是快攒到的时候 我就会挺兴奋的 然后买的时候那一瞬间我就会非常爽 然后我觉得可能在所有就是 价格偏高的东西里面 包又是性价比最高的 因为你是可以反复就是配不同的穿搭的 不像说衣服 你一套就是一套 所以我可能我自己大部分的钱 就是都花在买包上面了 然后这个包 就刚刚给你们看的这个 LV的这个 其实就是我觉得是非常有纪念价值的 因为这个 就是我其他所有的包都是我自己买的 但是这个是我妈送我的第一个包 所以我其他这些包 就有一些可能我也不怎么背了 但是我也舍不得扔 因为就是每一个真的是我自己 就是攒钱 然后攒了很久才能买到的 所以就 所以就 就会舍不得扔吧 然后这个也是我很喜欢的那一个 我觉得这个大小就是很适合说 你出去玩 然后里面就放个手机 放个口红够了 就这种小包 然后我还喜欢这种就是你夜下胯的这种包 我觉得非常的方便 而且我觉得很最近几年很挺流行 这种 这个 这个我可能要扔 这个是我在美国的超市 就target里面买的 当时我是为了配一个东东鞋 这个也是 就是看起来会很便宜 然后质量也不是很好 结果当时买行才十刀吧 特费劲我打开 我想想 先放着吧 这些是我全部的 不是全部 就大部分的那些高跟鞋 靴子什么的 然后我现在就是 一个一个收他们 这双鞋可能是我最贵的一双鞋 就是巴黎世家的 但是这我收起来有点搞笑 这个呢 是我半价从我妹那买的 就是她是个狠人 她会真的就是攒很久的钱 就攒她零花钱 然后去买一个就是贵点的东西 然后之前就是买这个 就买大了一号 因为当时代购说 这个是最后一个马术了 然后她买了一个39的 但是她穿就有点大 所以之后我就从她那半价买过来 要不然可能我也不会拥有这双鞋 我要给你们看一下 我这个空了五个月的阳台 已经变成什么鬼样了 我这个云灯都快掉了 就如果你们不知道一开始啥 的话可以看我之前刚办完家的那个视频 然后我的花都死了 然后在我行李箱这儿 还有鸟下了个蛋 就已经安窝了 这个我还得收 哇真的 这个蛋是熟的吗 有鸟出来 咋回事儿 按来说鸟如果敷出来 它应该有碎的壳啊 怎么都没有了 我说实话这个箱子我想扔了 我在这儿还得抠鸟屎 但是 这箱子要是我用不了的话 我东西都割不下 哎呦我想哭了 我真的不想去接进那个箱子 这上面好多鸟屎啊 这上面好多鸟屎啊 我真的不想碰它 不只是鸟屎 我还要把那个窩给清了 成的 是吧 二十四半个 好 そน来说 太好了 我又想在这儿 那是吧 好了,我把我的所有的鞋和包都收完了 就是我能感觉到我的腰要折了一样 我真的心态有点崩 就是我没有想到说我这么快就要从我Downtown的这个家搬走 因为一开始就是我一年前搬过来的时候 当时我也录了个Vlog 我还特别精心的去装设这个房子 因为我想的是我至少会在这住两年 就直到我毕业为止 所以我为了两年 我就是买了一些有些不是特别有必要的东西 比如说我的那个阳台上的桌子啊椅子啊 如果我住一年的话我是肯定不会买的 所以我这个房子住了还不到一年 我之前花了一整周的时间 然后那一周我就我记得我好像是瘦了五公斤吧 还是多三公斤 就是为了装修也是我自己在这就坑吃坑吃装完了 然后特高兴 结果现在我要搬走 我觉得我在这瞎忙活 就有时候我真的挺羡慕别人的 就我经常能看到一些视频啊什么 就那种搬家视频 其实我之前也看过 就有一些看起来真的很有趣 就比方说可能俩人一块搬吧 就一个人和对象一块 或者怎么着 就是能有人一块跟着搬家 然后整理东西啊什么的 看起来都是就有意思的 但是我这已经搬了这第五次 我这么多次搬家从来就是没有人是陪我一起搬的 就我每次都是自己搬的 就我知道我这样抱怨 听起来就感觉我就很 就矫情就就很感觉很弱 因为的确就我不能因为看到就有几个视频里 就是那种情侣一块搬家 朋友一块搬家 有人帮忙搬家 就觉得好像都应该这样 因为可能很多人 大部分人跟我一样 都是没有人就是帮着忙弄的 但是我现在就这难度的时候 我就会开始想 我说为什么 然后我现在裤子上还都是鸟屎 但是我觉得呢 就我现在也不能抱怨这么多 因为就是可能有人比我更累更惨 就肯定永远就是你都不会是最惨的那个人 所以就是有点站着说话不要疼吧 可能就是我需要多一些这种磨练 这样是非常好的 然后我不要老是看那些负面的 我要去从正面去看 就是这个自己搬家对我来说是一个 有什么样意义的一个经历 我觉得这次搬完了之后呢 就是我以后再也 不能说不怕吧 就是我能更习惯 好像也并不一定 因为我已经搬了四次的话 也并没有更习惯了 但是 但是我觉得这就是成长 就是要学会自己担当 这样子 你才是一个独立且强大的个体 没错 就是这样 我可以 我压它 它压不进去吗 真的小瞧我 破箱子 你以为你很厉害 你有我厉害吗 没有拓鞋 我还直播放你 你直播还是听我的话 我让你进去 你就进去 走 看了吧 刚刚假装CVG 骗我 我多塞了俩鞋进去 我就知道这个箱子还能带上 我觉得呢 虽然这大学几年 可能其他事 并不一定说 锻炼了多少 但是我这个搬家的能力 跟我三年前不一样了 我以后就是搬家达人 这个箱子太大了 我在里面都能泡澡 但我可以写一天 放下 冰箱子 绿色 冰箱子 散过来 冰箱子 少年的冰箱子 冰箱子 封箱子 冰箱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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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我在收我的那个洗澡那些东西 然后我发现我有这么一盒都是罢网与罢一页 然后我根本就是没有用过 我现在就很纠结 我是扔了呢还是就带走了呢 当我带走了以后我也不知道我不应该用 但是我扔的话我舍得 这些液体也是我之前全部转运过来的 但是没有用了 你知道吗 就我所有这种洗浴里面 最多的都是这种浴发液 什么这个泰国的 这个日本的就是各种浴发液 但是我好多都没有用过 这种是什么 这个浴室的浴室就是干嘛 盐 鱼 大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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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我现在就是大概都收完了 就是我能收的我都收了 然后家居的话就是我可能就不自己拆了 可能明天问那个搬家的能不能帮我拆吧 因为我实在就是不行了对 然后我现在准备回去了 然后看看明天还要咋弄吧 但是就是我收拾东西啊 这些就今天就结束了 然后 我觉得我还挺有进步的 就是我还挺厉害的 因为我今天就现在是晚上12点了 然后我从下午2点多开始收 我一共收了10个小时 是没有间断的收了10个小时 然后我一天之内我就给收完了 然后我觉得我可以表演一下自己 就我还挺有成就感的 我一天之内就是你看全收干净了 就真的就是我就应该拥有搬家达人这个称号 就是越来越利索了 虽然就质量也不一定怎么好吧 因为到后边我可能路都比较少了 我全部就在使劲网里塞 就根本没有就是像一开始 还要叠一下呀归纳一下什么的 完全没有 因为到后来我简直就是想立马结束 但是不管怎么说 我完成了我的任务 然后我也完成了我这三年来的第五次搬家 就是我觉得还挺自豪的 我其实说实话 我搬出这个家 我的心情就还挺复杂的 因为我在这个地方虽然没有住多久吧 但是其实我一开始搬进来的时候 我真的就是因为我真的很用心的 就布置这个地方 我是把这个地方当成像家一样 所以我就觉得还挺舍不得的 因为这也算是我第一个 就是自己装扮的一个房子吧 但是呢 我觉得下一个地方肯定会更好 而且我觉得之前我在这个地方住的时候 我不知道为什么 就是我想起去年 就是到现在我住进这个地方以来的记忆 就不是说特别的好 就感觉我状态可能也不怎么好吧 就可能跟这个房子没有关系 但是我就觉得就是我在这块住的这段时间 其实我的心情并不是很好 所以虽然我觉得我就是挺舍不得 然后挺可惜 就是这么短时间要离开了 但是我觉得说不定这也是个契机 就是老天爷告诉我 我该进入我人生的下一个阶段了 然后我应该就是告别之前那些不好的回忆 和一些不好的状态 然后我应该move on 前往下一个目的地了 所以这么想的话 就是我还挺期待 还挺兴奋的 我觉得这应该可能是个好的征兆 那么我这个搬家的live 就结束了 也不是很精致 就是因为我今天一天就是我得自己收 然后自己录就有很多时候可能顾不太顾不太上这个录像 嗯那就先这样结束了吧 然后希望之后能找到更好的地方